POP抢先报 想想我们自己的未来 小美你的这个出生背景是在台中 对不对 对我在台中 台中来的 可是跟我们一样 我们都有共同的经验 就是说台中是一个容易着火的城市 似乎很多次的这个大火 所以这跟你后来的创业的发想是有关的 对这其实有非常高度的关联 因为台中常常发生火灾 所以大概我从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爸就训练我如何在家里 然后做一个就是家庭逃生的计划 是 你们是高度警觉是吧 对对对 因为我爸可能 我从小爱玩火 然后我爸可能怕我自己烧死 干脆教我怎么认识火 然后该怎么逃生 我们为什么用这个开场呢 是因为小梅 她在她专业领域 非常成功 那所以她获选十大杰出女青年 她也是国际认证的 参加了这个2011年的一个特殊的奖项 我们等下会谈到 获得了这个冠军 打败了35万人 是相当这个了不起的一个成绩 那她专业是什么呢 专业是教我们大家 而且他们是用全智慧型的 这个火场逃生的 是有别于一般我们看到那个 交通号制那个小绿人 就是传统式的这个逃生方法 因为你一大火起来 那个烟雾弥漫 你可能看不到出口 那所以他们发展的是一套智慧型的一个方式 所以小梅 我们先从这个发想开始 因为你会进入这个领域 一定有一段这个路程 你曾经描述过 就是说您读高中的时候 曾经在辅导室里面 有这个亲近一些同学 他们家里有不幸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是你后来创业的一个思维的一个发想 是我在其实过去就因为家里面的人 就是像奶奶他们都蛮有爱心的 跟阿公就是从小就是到处去拜拜啊 然后住建寺庙啊 对 他就告诉我们说 好好念书 然后未来当个有用的人 那以前啊就会想说 去当辅导室的工读生 其实还可以领一些那个 就做工读费 对啊可以贴补自己的学费用 那所以在辅导室里面就听过很多学生 他们很多的就是受伤过程 然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并且听他们一路走来克服了之后 他们的心路历程 那怎么会再到学校里面去念书 然后并且念书的过程 让他们有什么样的快乐 就是他们的酸甜苦辣 我们听了蛮多的 那有一个同学 那其实是我同学啊 他就在我们大家都在忙着 要考试升学的时候 那那一天呢 我们从我们那时候还在金沙大楼上面 是 然后那一天晚上呢 九点他回到家 然后我们的很多大同学在BBS 在PPT上面就同时的快速留言 就说 谁家发生火灾了 对然后他们家全部烧掉 然后他的两个哥哥都送医 然后爸妈已经过世了 对我们是听到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然后顿时间我也觉得这个同学 我不知道该怎么 该怎么跟他表示一下 就是同学之间的关怀 这样子 其实我们台中很知名的几次大火 那我知名其实没有任何说不同情 或是其他的这个意图 就是我们经历过那个卫尔康大火 其实我那时候在新新闻工作的时候 我还回到台中去采访这个事件 那另外还有阿拉业店的这个大火 已经是胡志强当市长了 小梅因为年纪很轻 所以你印象最深刻的是阿拉业店的一个大火 对 对 那威尔康事件的话 则是很小很小 原来是民国84年那时候嘛 然后那时候我是75年出生 那时候大概9岁10岁 形象小学2年级了 对也因为那个大火事件 我老爸一直叫我就是如何做 火场逃生 对对对 对 然后给我看很多国外的美国拍的影片 对 说火是黑色的 然后呢 你在火场中最可怕的是浓烟 因为你被浓烟给呛死 然后呢 再来火场是黑的 对 你会看不到任何的 就是神手不见五指 所以呢 我老爸就把我蒙眼睛 然后呢 把我就是在原地打转 然后叫我自己爬出房间 你父亲很有安全意识 对不对 还做你们这个石井的一个练习 对对对 就实地操练 对啊 我后来我到了我创业的时候 我再去看那个美国NFPA 他们美国消防工程师协会 他们所拍的那个影片 虽然画质有点不是那么的好了 可是呢 他讲的是非常到位的一个防火逃生的技巧 连那个台中阿拉业电发生火灾之后 他还有再被翻成中文 然后放在YouTube上面 其实小梅在大学 其实先前一个学历是就读五专 后来转到清大 对 这次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转折 后来您在清大开启了后面的人生的一个起点 就是说您在清大的这个过程中 听说大二的时候 您就开始征战 参加非常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比赛 科技竞赛然后得了大概九个冠军吗 有这么威武吗 对对 可不可以谈一下这个过程 那我们当然也会谈到您后来人生的伴侣 就是您现在的丈夫 你们一起征战这个整个这个跨国的这个科技比赛 然后之后一起创业 你先谈谈看大大二的这个起点 哦大二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念资管嘛 然后后来我发现就是念资管的话呢 就是有一些东西技术问题需要自己去克服的 然后刚好写程式我不排斥 然后蛮喜欢那种逻辑助理的推导 对所以呢 就去念了清大的资讯工程 对啊也 我觉得蛮幸运在那边认识我先生这样子 那认识他 其实他他的课业非常的忙 因为他从大二开始 他是电机跟资工的双主修 而且是要修满的不是腐系是主修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男生怎么那么认真啊 然后他又屡屡的就是都拿到很好的成绩 他真的还蛮有天赋的 就觉得这个人有我身上没有的那个特异功能 对所以就觉得他蛮有趣的 我问他说他念那么多书是要做什么 他那时候跟我说他想要做机器人 对这刚好跟我的嗜好有一点像 哦这个非常特殊 对对我就常常会就觉得说这个人蛮有趣 然后可是他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时间约会 所以都是在那个图书馆里面的时候碰到面 然后他就会过来打个招呼这样子 对他然后后来他就是有一些机缘 然后就去参加比赛 那我就支持他一开始我从支持他的角度 然后呢他去参加比赛后来他就要我去一起做一些实作 因为我即使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不要那么的忙 那如果他需要什么事情的话我可以协助他 然后后来呢他就发现其实他也有很多工作会丢给我做 那何不就把我一起拉进去当这个就是team member 是是好我们因为要进广告了 我们等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继续跟小梅 这次的十大女杰出青年的里面得主之一 来谈谈就是说他跟他未来的夫婿当时候就走上 在国内或是国际上面的一个竞技之图 征战无数 我们休息一下这段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这一段专访的是十大杰出女青年 科技发明类的得主林小梅 小梅我们刚聊到就是说你们开始征战 最知名的也是最关键的一次是2011年 你们前往美国去竞赛打败了35万个对手 那当时候遇到这个对手其实相当强劲的 那我刚刚在访问你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想说怎么定位你 其实小梅是专长在活场逃生 而且是他教我们有需要的人怎么样活着出来 这大概是你们这一套这个动态疏散系统发挥的最大功效 小梅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 当那次的比赛其实是吃足了苦头吧 对那次比赛其实我们是敢想 但是呢不敢想说敢想着去比赛 但是不敢想说一定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 因为他实在是太困难了 并且到我们那一届他是有史以来报名最多的一次 因为那次的总决赛是在美国的纽约Times Square那里 然后很多的学生为了那个机票啊 你知道学生的这个诱营你只要给他一个很好的奖品奖励 他们就拼命的死命的把东西做出来这样子 那那一次去比赛其实大概国内就必须要经过两次的淘汰赛 然后拿到冠军才有资格代表台湾的代表队到美国去比赛 所以你们是台湾的代表队 对对对 那当然这就要符合这个区域性的评审的口味 然后呢就是评审就是会从哪里来会问哪些问题 这其实都是在准备期间呢就是会想破脑袋 然后不断的去找不同的人来听听看我们的想法 然后给予不同的建议 所以准备的那个QA啊 虽然比赛可能只有五分钟的demo 然后呢五分钟的presentation 但是那个QA是准备了几百题这样子 然后并且要应付各种可能潜在的评审的 临时出考题 然后或者是呢把你的电源拔了 然后呢再看他的就是这个机器再把它快shut down 然后再让他启动 看他会不会就是有状态发生 就是当机啊之类的 这些都不能够发生 不然当场就糗了 对啊 所以我们假想了很多假议题 就跟假想敌一样 就想说评审可能会问什么问题 评审可能会怎么样的来试炼我们这个系统 然后各种方法都想尽了 然后最 然后我们的那个投影片 大家都知道 就是理工科的学生 那你可以把东西做好 那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达到了一个我们做到自己本分的部分了 因为我们之前参加整个九个竞赛当中 前面的八个都是比较像是技术性的 而微软这个呢 它蛮特别 它是要有50%的这个business model 意思就是说你除了去找它的数据跟它的范围 就是它以后的影响力范围 然后你还要去找出它的这个你的这个硬体结构 软体结构 然后要讲得清清楚楚 然后并且能在那么短的时间 你还要把它的市场性讲出来 并且如何就铺这些通路 对 那这些过程它其实对于一个学生来讲 我们是比较难去掌握它尤其像是成本的部分 学生没有在碰供应链 比较不知道说那个价码是多少 然后开模的模具是多少 那如果给你多少钱 它是不是可以应应到市场价格 然后得到就是真的有市场 它才算是一个成功的商品 如果没有市场的话 可能算是一个产品或者是一个project 对啊 那次的比赛 美国总统欧巴马还来加持他们美国队 然后美国队还接受CNN的这个专访 呃看似好像有颇具冠军像 可是后来是你们夺得冠军 呃小梅可不可以跟我们好好介绍 为什么你们的这个后来的这个产品 就是我们到市场上去历练 可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你们可以出雷拔萃 夺得这样的一个第一呢 我觉得是就真的是前期的 把所有的问题都想过一遍 然后呢并且我们就要临时的随机应变 看一下说现在来的评审 大概我们现在在做报告的时候 我们就看他可能对哪些议题 他可能特别有兴趣 我的意思说你们逃生系统 对 这个专门的地方在哪里 专门的地方在于他的核心价值 就是演算法的部分 嗯 那演算法呃 其实以理工科的学生来说 以写程式的资讯工程 背景学生来讲 其实演算法其实还好 就是嗯 它不是很困难的一个部分 嗯 但是呢如果说你要把它包装的 嗯 就是软体硬体的整合 并且呢在demo的时候不会出错 嗯 对那这就是属于是跨很多不同的领域 对小妹抱歉我把你带到呃那个现场去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对 后来是如何转换成人跟人之间呃受益的这个部分 我的意思说怎么教人这个从火场逃生 是那次比赛的一个主题吗 哦 那次的主题还是说用科技解决现在社会的难题 哦 所以每一个队伍的国家他们出的题目都不一样 嗯 对那呃 但是他解决的全部都是千禧年底下的社会问题 嗯 并且他是跟公民议题相关的 你必须要用创新跟科技的结合去解决这些问题 OK 好通过了这样的一个考验哦 其实呃应该是阳明国际了 那这样的一个呃成绩 后来你们要决定创业的时候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程 那所以小妹在你的人生阅历里面 其实创业的这个艰辛 其实对你们来讲 包括对您的夫婿来讲 其实那是一个火线大考验 呃历经取得认证跟后来真的要创业 还碰到诸多的困难 足足有三年的时间 你可以描述一下 也给很多听众朋友 尤其年轻人他们的一个借鉴 哦 我们是觉得为什么会从那个题目再出来创业 一是因为我们在前期思考的 算是非常的到位了 嗯 虽然里面的一些知为末节 像是供应链如何寻找 并且一一的去拜访 这个没有办法 在一开始的时候的初想 里面呢就设定好 但是实作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里面还有一些 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地方很多 嗯 那出来创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做过的研究非常的多了 我们只要这个问题它的对人类的危害性有多大 嗯 所以呢就会觉得就是出一种比较像是怜悯之心吧 嗯 然后并且就是救人一命深造七级浮屠 嗯 如果说我们之后做了一些东西要去做善事 那我们觉得如果说一点一滴的做 那也许我们就是用一些科技的方式让这个效益 让它快速的拓展 那这样会是非常有价值的 嗯 那过程中的艰辛其实呃 讲起来说是三年多拿到认证 但是其实在业界当中他们说这算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突破了 嗯 我觉得我们刚好也是在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年代 也是一个很就是很很坏的年代 嗯 那我们在很坏的年代里面 因为政府也需要做一些突破创新 嗯 让我们之前遇到的 我们也集结了很多前人走过的失败的路 嗯 那我们知道他们是怎么失败的 他们都把经验分享了之后 嗯 那我们把自己沉淀 嗯 沉淀了之后呢 然后呢 并且就是要做足的题目跟研究 是 还有国际的 因为你纯粹是走人性缅怀的走向的话呢 这东西还是不会成 必须要有科学依据和科学的证明 嗯 所以我们就要去找现在最先端的科技 他们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 是 然后去把一些国国际的论文把它中文化 OK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入广告马上回来 POP抢先报 欢迎回到POP Radio POP抢先报的节目现场 其实现场专访的这个小梅 她最擅长的是教我们民众如何逃出火场 这个部分是她最在行的 刚才提到了她打败35名的对手 脱颖而出 她跟她的夫婿 那就思考怎么创业 他们其实最厉害的 而是有别意过去 我们传统静态 如果一发生火灾 我们都会看那个避难指示灯 有没有结果呢 他们当初是搭上最火红的大数据热槽 他们是把消防设备上装上感应器 然后及时送回火场的动态 然后用电脑判读出最佳逃生路径 透过这四个系统 取代了原先那种传统的方式 我们可以依照他们所提示的自动逃生方向 进行动态的疏散系统 这就是小梅他们所做的努力 而因此这套系统太特殊了 所以他们后来创业 那也这次呢 这个十大节出女青年 小梅是获选的 那后来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小梅非常艰辛 你们也碰到这个同行的一个竞争 但是你们后来为了这个创业 你们也卖了主产 后来还有跟政府贷款 这套这个过程中 其实是倍感艰辛 可不可以提一下你们的创业经过 我们的创业经过 因为我们从学生创业 那算是白手起家吧 那我先生的阿嬷就联名我先生 所以他就把主产借给我先生 因为我们曾经跟大企业合作 而他们最终呢 他们要我们签下一些很不合理的条约 合约 那等于说会断送掉所有新创的 所有团队人的对这个创业的理想梦想 对因为那个合约我觉得 现在不太适合讲 因为实在是就惨不忍睹的合约 然后并且只要做坏了就要赔款 然后要忍受三年都不能够对外公开 失败要自己负责 对那并且呢股份他们又是要过半 然后要有决策经营权 这的确是现在很多的新创团队会遇到的问题 我们那时候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们已经借了钱 然后呢工厂的所有的硬体的开销 都已经付下去了 接下来呢 因为那个公司原本说要拿钱 后来一毛都没有拿 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初创团队生气的要命 因为你好 你原本可能说你要投两千万 然后你占个五百分之的股票 然后到后来呢 你说这两千万次次都没有拿出钱 但是呢 时间已经又拖过一年半 眼看着我们的产品过的认证 然后他才跳出来说 好 现在如果你要拿这个钱 那你就是股票我们要过半 然后并且三年内不准公开 那就变成说帮他们做他们公司里面的研发部门 那这个呢又是写汉工厂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投入 因为我们常常三今半夜 写程式 然后还有写技术文件 写到四五点 然后把它缴卷出去 后来这个公司竟然还剽窃了我们的智慧财产 那去申请传令 对啊 这个都没有办法 这个是在那个创业圈里面 那也因为呢 我们是创业的新手 那我们就是 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的确我们少了一个防人之心的部分 这也让我们就是趁年轻的时候 跌了一个 就是摔了一个重重重的一 就被被重重的一击 然后摔了一跤之后呢 只有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 每一纸合约 我们就蛮小心的一对这样子 并且该申请的专利 目前都申请下来了 所以现在创业算是成功的 整个困难都克服了 那也是一个 我们如果回顾王室 可能也是毕露蓝履的 人家常讲这个四个字 但是小梅的人生历程 有几个 她描述起来是非常的 这个艰辛的过程 第一个 其实你面临过面试 但是被刷下来 在表述上面 原先不是像你现在 这样的一个流畅 那所以常常会被打击 那第二个就是说 在你陷入像 不管先前的比赛的一个竞争 要不眠不休的工作 然后还有就是后来创业的这个 中间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 你要忍受寂寞艰辛 还要茫然 这些这个情绪上的这个处理 这个是你第二个必须要面对的 第三个就是说 你在最低潮的时候 常常会碰到乌漏偏逢连夜雨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 还不断的受到打击 甚至还碰上诈骗集团 这是一般人少有的这个经历 最后想请教小梅 你如何克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障碍 或者说在路途上的这个艰辛 而能够强化自己 我们讲的就是说武装自己 变成一个非常强悍的 现在货班十大杰出女青年 甚至在创业领域里面 你自己维持一个公司上面的 一个女强人的一个形象 其实是这样子 因为我虽然是讲话稍微比较稳妥一点 可是呢 我在做思考和决策的速度是蛮快的 因为我只是经过了思考之后 决定要不要把这些事情讲出来 因为有些事情 它其实是商业机密 在我们面临面试的时候 总是那些评审 喜欢问我们一些商业机密的事情 那就之前 因为跟那个龙头公司合作的经验 那把商业机密都讲出来之后 然后对方给了一个反击 就回击了让我们重创 之后呢 我们在面对这种就是在这种公司 现在目前正在进行的所有的事项 都比较保留 可能因为这样子 就因为我们的事情 很容易在事后被拿来做检视 分析说 那你有没有达到你之前讲的里程碑 那每一件事情 这又跟工程的是比较相近 那我不能够就是 就是夸大口 小梅就是说非常多的听众朋友 现在而且很多人下载我们的APP 都在听直播 那我们未来也会在这个YouTube上面 这个PO文 那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想听听看你的心境 你怎么样变得坚强 你怎么样推动了你的一个事业 你的成功经验在哪里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就是 其实就像是那个最近有一出电影 蛮红的关键少数 对啊 就是很多事情呢 是这样子 也许我们一开始没有办法遇到对的人 但是我们持续的广泛的阅读 并且广泛的去参加一些相关的座谈会和活动 然后拼命的写文章 因为我们会的就是把 就是可能国人比较缺乏的一些国际的知识 然后把它转成国内的知识来做一个宣导的动作 这些事情都是基本功 但是他一旦做起来之后 所有民众有的防灾意识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 他就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一定的基础上 当其实有一些重大事件发生 然后逃生不及 然后人因为呢 错过了这个黄金的救援时间 而就是死亡的事情 一再发生的时候 我们之前做过的这些基础 就会变成最好的我们的典范 那让我们就是 有些事情是不正而明的 有一些就是该有的 然后比较务实的做法 在真正发生事情的时候 这不是说用这个 就是强行演变的方式 他就可以获胜 而是经过时间的淬炼之后 他自己的稳定性可靠性跟实在性 他就会显露出来 这也是我们当工程师 我们比较内敛的部分 我们会这么样去处理一些 比较工程实物上面 借鉴到民众生命安全的 这些基本的设计和这些器具 跟这些系统 我们都是以比较一个严谨的方式 在看到我们所有研发的过程 其实小梅他们做的这个事业 其实是颇具公益性的 因为智慧疏散系统是比一般的逃生 还要快三倍 那小梅他是基于想解决社会难题 我们刚从专访中间可以听到了 那专研他的科技领域 然后出国拿了世界冠军 小梅曾经有一段 剖腹哲理的一个体验 他认为说创业就像被丢到沙漠去 那他会克服这样的一个困难的一个景况 然后催眠自己说 我不是我 当被催眠以后就有无限的可能性 那最后一个 也是跟我们做参考的一个人生哲理 他是说选择做对的事情 并且把对的事情做对 对的事情再去做对 而且如果在对的事情的路径上面 他可以造福非常多的人 再加上他碰到人生伴侣 是非常对的人 那纵使在创业过程当中 有遇到不对的人 但是他们努力 本于这个工作岗位 把对的事情继续往下走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林小梅 她这次获得十大杰出女青年 谢谢小梅今天接受我们的专访 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好我们休息一下忙回来